中国人的天下观和自然观世和欧洲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从老子来说天人合一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不像我们说西方的科学是把自然界当作我研究和 掘取自然的对象 中国在秦汉开始就讲到的是有教无类 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叫做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 它第一个不同意义神教 它没有上帝没有地狱 没有一个排他性的宗教 它又不反对宗教 是一套世俗性的社会伦理 在看待天下看待群体 所以当然说合而不同 说这两个人群的语言不同宗教不同没有关系 他们是可以共同生活和平共处的 而且谈到叫有教无类 不管什么人 只要你接受了中原文化一套伦理 那你就是华夏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和西方的 不管是过去种族主义也好 还是后来的现在的一些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中国人在谈到群体之后呢 实际上都存在着种族观 所以很多学生说呢 中国是不可能产生西方的nationalism 这不存在土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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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